根据人力求职王13号公布的 六都劳工离家与返乡就业调查指出 全国劳动力人数目前有1189.6万人 其中六都占了69% 大约821.2万人 且外票组比例平均占了38.6% 如果简单用比例来讲的话 大概六都的工作机会 大概占了整个求职网站大概八成以上 而且薪资确实会比其他地区略微高 甚至有高到一成的一个情况 在同一个职务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们调查发现其实呢 现在有大概将近四成 就是三成九的这个劳工朋友 其实是离乡背景在这个工作当中 对目前离乡劳工来说 除了目前工作调查机会多86.8% 工作算稳定68.9% 也有提到薪资较为优渥48.1% 及工作申嵌机会较多38.7% 这边就业比较多 工作机会也比较多 相对于薪资也会比较优渥一点 老实讲花莲的薪资 很容易是在低于我们的劳机法 其实就业机会是非常少 那仅就于以下的结果来说 我的反向音乐是非常不高 从整体来看 工作集中在大都市 起薪严高 不过有老公认为 大城市生活开销多 薪资辞庭部长 难以累积自己存款 高达91.7% 老公觉得自己工作薪水不够用 及8.3%表示够用 更已有62% 在六都工作 理想老公 曾有反向念头 非六都则占了57.5% 面对目前劳动息之条件 邱之王除了建议 理想老公 衡量自己在这座城市 未来工作前景 也希望各省市地方政府 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并辅导地方产业转型 及薪资调整 远之新闻 虎处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